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哈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嗯 那在前几集我们谈到了语言与文化 还有就是家降联谱相关的故事之后啊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位 生命充满大圈圈的工艺老师 那这位老师啊 在学生的时代啊 他是化工背景出身 后来因缘继位进入了科技业 然后积极投入电脑软体 ERP与MIS系统开发 嗯 那个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然后后来也曾经担任逐科工业管理局 然后负责设计财务系统的软体工程师 而且你们知道吗 我们现在观光局饭店电脑系统的基本架构 也是这一位老师早期在科技业设计的系统哦 可是你们知道他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吗 他现在的身份居然是台湾及中国非物资文化遗产 合起来是蔡布 中间还有两个字合起来叫额雅哦 额雅老师 蔡布老师或额雅 所以只要听到蔡布双雕或额雅双雕 其实就知道这两位老师 这个信太少了 然后我就是看了一下老师就是给我的那个纸张 还有就是之前去北港老师的工作室访问的时候啊 老师是从83年就是其实台湾那时候经济证起飞的时候 就一然而然从科技业转回北港做 做子神像的这个研究对不对 对 那钱老师跟我们聊一聊什么是子神像吗 因为真的很特别 以前我自己在就是台南做田野调查或访问的时候啊 神像一般就是尼索或者是木雕 很少听过子神像这个东西 一般来讲子神像这个做法分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南派一个叫做北派 那南派是我们一般可以看到的子扎 那北派脱胎换骨法这已经失传了两百多年了 这是中国最早最早最早出现立体的神像 脱胎换骨法 最早是南派的子扎 因为在中国来讲 他是在东汉的中后期的时候出现的 那以前是皇帝祭天在用的那最早的神像是怎么样 最早神像是用稻草下去扎的 然后上面披五色彩布 所以 会有一个稻草的感觉吗 对对对对 所以礼记里头有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除狗 这个除狗不是狗 这个除狗是用稻草扎的马 是给这个稻草人骑的 那他祭典完以后就把他烧掉 那一直到汉草的时候出现了画像了 大家觉得说 哎呀这个用稻草扎的神像不像 对不像 不像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藏密的那个火供 没有 以我的那个听众群来讲应该是没有看过 因为藏密的火供 他们认为说 我们要把供品送到天上 是必须要透过火 所以才能送上去 所以密宗的火供 他就是在这个祭坛的中间 有一大一大团的火 然后当我们念诵经完了以后 就把这个供品丢到那个火里面去烧 是 透过这个火送到天上 是 那其实这不是密宗最早 在中国以前就是这样 那这个竹子子是做什么 碗盘 做碗盘用的 呈这个供品 所以他祭典完了以后 就把这个碗盘连带供品一起丢到火里面去烧 那大家就想说 那我能做碗盘呢 我就能做神像 所以才出现了紫神像 因为就是竹子它可以塑形 对 因为竹子子它可以塑形 竹子子 是竹子 然后用菜伦造子的概念把它做成纸吗 对 那因为到南北朝的初期 才出现了所谓木胎泥塑的神像 那到南北朝的后期才出现木雕 然后一直到唐朝的时候才出现了铜的跟这个玉雕的 这个就是中国神像演变的历史 一紫、二土、三木、四金铜 就是这样子的流程 哇 这整个脉络听起来好像跟那种工艺 不是 跟科技好像也有关联吧 有 所以等于紫神像是最早最早神仙的起源跟他的化身 对 对 老师那您刚刚说就是脱胎换骨法 是不是 脱胎换骨法是什么意思 是怎么样 是你用紫做 你做那个紫神像的人 他做完紫神像之后 他会脱胎换骨吗 还是紫神像他本身会脱胎换骨吗 因为紫神像最早出现的叫做南派 就是我们一般外面看到紫渣 因为紫渣本身在保存上很难保存 因为他很薄 他是属于脖胎的 那后来到明朝的时候 这个紫神像分裂成两派 一派南派 一派北派 北派这个叫做脱胎换骨法 他是不烧的 他是给人家在庙里面长时间供奉的 那他里面是要先用黏土塑一个泥胎 然后在外面上纸 上这个竹子纸 一层一层上非常多层的这个竹子纸 然后再把它破开 破开把这个土胎拿掉 换上三根骨架 这叫做脱胎换骨 而且在同时这个时候就必须要 要做出庄杖 庄杖是什么 就是把象征神明内障的宝物 包括有观印 有五宝 有五股前梁 有五摄氏线 这时候就必须要照着身体的位置 把它安装进去 哦 就是立身了 对 因为他跟一般木雕的路神不一样 一般木雕路神 你可以看到他在被挖一个洞 对对对 紫层像看不到这个洞 因为他破开的时候就装进去了 所以当它缝合起来的时候 完全看不到任何痕迹 perfect的概念就对了 对对 而且感觉好像就是 老师您刚刚讲那个 他把他在座的时候 他里面立行 就入宝的时候 其实他也可以好像 就是 层架式的把它放好 他就不用像 不是像那个木雕的神像 就是这样塞的这样 不一样 因为这个是根据中国以前有一本奇书 叫做神造经 里面 根据各种植彩的神像 在制作的时候需要注意到的重点 各方面的 通通记载在里面 他就记载着指神像要灵验 除了要筋骨皮肉 摸起来要像有肌肉的感觉以外 他的内脏的摆设方式是跟真人一样 所以观印代表着他的原神 必须要放在胸口 然后五骨前两根五宝代表着胃 皮胃这一块 所以必须要在中间 然后五色施线要在肠子的位置 要在更底下 在肠子的位置 所以他其实每一个宝物 他就象征我们人的一个内脏的概念 所以他完全像一个真人 天啊 而且脱凡胎换仙骨 神明更灵眼 而且他就真的很讲究很细致 连里面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他其实都要把它规划好 所以还做到有筋骨皮肉 这是木雕做不到的地方 哦对 木雕就是硬硬的 上次你去了 有捏到我们的肉吧 有有有 不是 我没有捏到那个老师的肉 我有捏到神像的肉 就是那个筋肉 对 你捏下去还有肌肉那种感觉 所以这是木雕做不到的 有筋骨皮肉的结构 嗯 然后五脏六腑的安置 然后脱凡胎换仙骨 所以古书上一直在记载 纸神像最灵眼 嗯 一纸 二土 三木 四金铜 嗯 对而且很神奇的是 因为我们就是平常接触很多纸 可是纸张对我们来讲 就是硬硬的 没什么弹性 可是老师的作品 居然可以让他有 就是感觉好像那个 最有弹性的肌肉 对 那那个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那个技巧 嗯 就是其他人学不到的地方了 秘密 大家如果要知道的话 就要去北港找老师 关于这一点 是因为古书记载 要这样才会灵验 是 结果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丢了多少东西 不知道才把这个技术再还原回来 哦 这是失传的技术 所以他曾经是失传的技术 失传了两百多年 哦 然后老师就是翻书 我翻了一百多本古书 嗯 可是我翻出来的资料不到一张 A4 size那么大 怎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中国人 文人对这些工匠不重视 是 所以一本书就一句两句 一句两句 那他如果告诉你 写说老师傅讲的要怎么样 嗯 那还比较准确一点 有些不是 有些只是他自己看的 然后就写上去 还写的不准 嗯 然后你做的还不对 还得要重来 嗯 对 应该是说中国的文人不重视工艺 他把工艺视为孜孜末节 不是大道 所以记录的很少 嗯 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帮文人讲一下话 但也不是讲 我觉得那是一种就是使用工具上的差异 因为搞不好文人他也不懂工匠里面的去值 或者是意义在哪里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写 因为中国传统就讲了一句 万般皆下评 唯有读书 因为文字可以留下记录 嗯 对 但是他这块就除了开工 天工开悟啊 这些的有比较多的记载 其他的地方就记载的很少很少 对啊 所以蔡先生骗搜谷书上百本 只找到字字骗语的不到依障A4S的资料 所以手艺的传承就是需要靠语人去说 然后去做 然后去实践他这样子 对啊 而且老师也很有趣 因为像我们刚刚就是稍微简单的 就是介绍了老师的就是简历之后 发现其实因为老师天生就是有那个RD魂 哈哈哈 就是那种RD就是一日RD终身RD这样子 就是研发 在以前就是研发那个软体系统 然后怎么财经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到了就是北港 再回到就是北港来从事 就是指神像的那个创作的时候 也是会把那个也是会去研发 就是以前传统工艺怎么样制作 然后就把它创造出 因为他以前学化工的时候 他五专三年级就考到了 乙级的技术检定执照 而且他的那个数科 是以98分高分过关 所以他三年级前就不断的在做这些实验 三年级后 老师说你该读的书都读完了 剩下的就是新的研发 研发设计 研发一些新的一些技术 超过于五专所学的程度 一些那时候高科技的香精香料这些 他都他都在研发 所以他本身的脑子就是那种 嗯不断动脑子的那种人 然后因为受伤又转做电脑软体 从小小的PG做到了五星级饭店的电脑经理 都规划整套的MIS 这个所谓的商用软体系统 然后饭店的整个经营前台后台 整体规划系统 全部都包在里面做 所以才会说是观光业的基本的架构 是他用他的设计软体的 在观光局这边是有记录的 是对啊所以所以老师就带着他那个研发的灵魂 跟精神来研究传统工艺这个区块 当年我们住台北 是他要回家 然后因为公公中风 火花癌症他要回家 那我是台北人 那我会觉得对南部的生活 对这种陌生的这种工艺 我是完全没有涉略的 感觉就是两个平行线 一条平行线然后再两端这样子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交集的那一块 我今天我们在这边 在这系本物这边录音 这边是一个眷村 我就是眷村子女 是外省人 外省人对宗教系统 其实他是比较没有涉略 比较没有研究的 对 人家说你要回北港 结婚前我说北港在哪里 北港在南港的北边吗 因为台北有南港啊 对啊对啊 没有看到北港啊 北港应该在南港的北边 对 所以我真的是想北港 而且还有西港 他跟东港 都不是东西南北 然后那时候蔡先生 要回来接父亲的这一块家业 然后他就跟我讲 我也很害怕 因为他的专场不管是化工还是电脑软体都做到相当的一个程度 可是你要回来做这一块传统的这个纸意 纸头纸意的这一块 对我来讲是完全陌生的 对 那时候蔡先生就跟我讲了一个孙淑敖的故事 孙淑敖 孙淑敖的故事 对孙淑敖 大家都知道他打死了双头蛇 是 而且他破钢 破钢九 不是那是司马迁 那是司马光 司马光 对 他打死了双头蛇 然后他因为说怕别人再看到双头蛇 他说要死我一个人死 就不要再害别人 那就把他打死了 然后这是他的 大家读书的时候知道的小故事 另外还有另外一个 他三度当宰相 三度被罢官 人家说你当宰相是非常荣耀啊 对不对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可是三次被罢 皇帝罢官 那就有他的子孙就问他说 那你怎么看 对不对 你非常的荣耀 可是一次又一次的被罢官 孙淑敖就说 如果荣耀的是宰相那个位置 那谁去做 谁去当谁去做 那都是荣耀 如果有本领的是我自己 不管我在哪一个位置 我都可以做出一番事业 荣耀我自己 蔡星恩那时候已经是 五星级饭店的电脑经理 那个位置很光鲜很亮丽 对对对 因为以前有一阵子大家会认为说 就是纸扎的神 纸扎偶好像就是祭祀过世的人 跟神是两码子的事 扯不上关系 大家会没有那个连结 没有那个连结 然后有祭祭祀牌的祭祀牌 他也是在内谈 一般人也看不到 对 他做成那种 所以我们家的脸谱都是 直接给子典跟 谷子师傅130 他们拿去 我们是上游 对 就是觉得说 好像 员 只做的那个神偶是 有一个神秘的面纱 对 因为 人家也不会告诉你 上游在哪里 哈哈 所以我们是被藏起来的 所以他就说 他有点能力的话 希望能够把这个家传事业 给发扬光达做起来 所以他想要回来做 那我说好 你既然有这样想法 你既然说你要是你有能力 你在哪里都能够做出一番 成绩出来 那就来试试看吧 真的 普老师真的是 就是牺牲很大 就是愿意为爱走天涯 是啊 是这样吗 我原本在台北的舒适圈过得很舒服 对啊 那回来北港之后 其实对我也很好奇 就是像刚刚就是 蔡老师有说过 因为是家传事业 所以其实一开始就是 老师家里就是做指神像吗 对 只有那个脸 只有那个脸 对 是指吗 指做的 竹纤维的 我们今天有带来 他是佛神像还是佛其他 就只有指脸 都有 因为这个 紫渣这个分红白色 红色就是一般的祭典 那白色就是过往的人在用 我们是都做 我们那个脸都做 因为是上游 对 而且 那那个脸会因为就是造型不一样 然后应该是说 那个脸会因为角色不同 然后会有不一样的形状 还是不一样的画法吗 都有 有 我们现在的脸型 从大到小 大概有上百种 是 哦有 我上次去那个 就是老师们的那个工作室的时候 我那个 那个波老师有给我看 他们做最新的那个根源 大概到人 人身高的三分之二 对 三尺 三尺 三尺大的 快一公尺高 的那个脸这样子 然后你们那个脸的那个特色啊 老师好像也有说过 好像你们勾勒彩绘上面 是有一定的 是有一个 那个有一定的规矩的 有一定 可以聊聊吗 因为每一个神明 他在成神的时候 会接一个玉子 这个叫定颜子 那这定颜子就 就定住了这个神明的外形 这样子人家才会知道说 只要看到这个外形 就知道这是哪一位神明 所以这是不能随便做的 比如说真武大帝 对我刚好要请老师举例 因为这是非常经典的案例 因为真武大帝他接职的时候 才刚刚一大早 他还没投还没输 因为以前人都会输一个像罐 他还没输 所以他是批法 所以一般人看到 这个神明批法的就知道 然后在拿着他的 他该有的法器的时候 这就是真武大帝 这就是所谓的定原子 定下他一个固定造型 不会说神明随便变来变去 那你会不知道他是谁 那个仅限于以前 现在还有人把真武大帝 做成那个头发变紫色的 然后胡子不见了 乱做的一大堆 但是没有章法 没有规矩的 就是那个典故的关系 对 这武大帝怎么那么可爱 就一大早起来就离到玉吉 就还有这种故事 因为他本来 他在这个接旨之前 他一直认为说他还有时间 后来上天因为有事情 要调他过去 所以一早的时候 他的那个接位的旨意就到了 然后就被带到陡户天尊来兵 去朝拜陡户跟玉皇大帝 所以其实你知道神明也蛮忙的 就是你知道你要新官上任的时候 你就真的随时随地都要stand by 不只因为一般人都不知道 一般的庙宇 白天庙门打开 在处理阳间的事 国人的事情 可是庙门关起来不代表他就没事了 庙门关起来他是在处理灵界的事 你说神仙吗 神明 真的哦 他在处理灵界的事情 有幽明的有什么的就各种灵界的问题 那他们需要睡觉吗 所以他们底下有很多下属 有些比较小的事情就是他下属会替他处理 那有些比较大的事情他就得要出面了 那真正的真神本身那在天上没下来 所以下面的庙都是分灵 哦真的 对 然后他分灵有分位阶 越大的庙 他的位阶要越高 所以位阶最低低的就是 正守在一家一家的家家户户的里面 他是位阶比较低的 他只要守护你这个家就好了 所以他有遇到事情 他就只能往上承报 往上承报 所以为什么你要跟神明请问事情 要刮规的时候要等一会 哦 因为他还要上去承报 哈哈哈哈 是啊 公文流程 不是说就是问了之后直接刮规 然后就赶快给我答案 说 他有些事情需要查 查档案资料 对 也是有他们的data 对 因为包括三氏因果业什么这一些 他必须要往上承报 他才会有档案资料出来 哦 那你越高阶的神 他手上资料越完整 他能够查的东西越多 嗯 他就比较不需要那么再往上承报太久 一般人的事情不用那么久 除非大事 好 像蔡老师 像这些神仙的故事啊 因为就是您是等于有点家族企业 所以您这样是 这些故事是您从哪边知道的 就是 包括了 靖草甘宝的收神录 收神旭传 包括了道账 包括了一些神仙传 那些都有记载 哦 就是您就是 是您后来回来北港之后阅读 对 然后去把他再重新把这些故事抓回来 对 应该是说 他因为他是家传的工作 他以前就对这些东西就会常常会收集资料 如果只回来才开始太慢了 他从以前就收集各式各样的资料 因为阿公也布袋戏 然后爸爸开始从刻布袋戏的呕头做到紫神的头 所以他从都在这个神仙家庭里长大 所以他从以前就已经收集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资料 回来只是更加更加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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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更加精进 对 然后他需要的再往更精进的地方走 因为演布袋戏的话也有很多神仙故事 所以从小就接触到这些故事了 所以那个胡老师您是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会像那个老高跟小莫 那样子就是听蔡老师说故事给您听 然后你就知道这些神话故事吗 差不多 我是耳濡目染出来的 因为以前的老师父他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他很多东西他记在脑子里 对 他并没有留下手稿 什么都没留 是 可是这当这些老师父突然间生病了 甚至过往了 对 那新的师父会做 他技术有学到 可是这些 比较少见神像的造型什么他完全不懂 所以他们常常就会打电话来跟我们讲 喂喂喂 人家跟我订了一尊什么神像 我说好 那你帮我做那个脸 我说好 那你要告诉我他穿什么衣服啊 带什么帽子啊 什么姿势啊 甚至有些大一点的庙会 他还会有一个牌子写这个神明是什么样来历 嗯 我说 我很难跟你讲清楚 我干脆把资料印给你比较快了 哇 好大碍哦 因为 那不然他们做不起啊 是 所以我那边光神明的资料就有两万多份 那我听到两万多份 两万多份 等下那个有需要的就是留言一下 然后 你们转传 然后大陆考古的资料 嗯 也有快三万张的照片 嗯 因为有些我们发现书上面在写文字记载不是很清楚 是 所以我们是实际上去看他挖出来实证实际的实物是怎么样 是 然后我们就根据那个状况去做出来的 嗯 哦 所以其实就真的就是一个阿滴魂在研究那个 指神像还有包括说这些神仙故事的一个一个概念 这样 对 因为像我们在做神明 对 那他 他不是同一个朝代 嗯 他每一个朝代都不一样 嗯 那他在世的时候的位阶也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他当时朝代只是给一些个特有的图腾啊 嗯 一些特有的配饰把它做出来 嗯 这样人家会说哦他是哪一位 哦 那我们现在在接定做的指数神像的时候 那我们刚讲的 本灵都在天上 是 他没有下来 是 在下面的都是分灵 不同阶层的分灵 嗯 那所以 有时候他会从大的部分不能不会修改 有些小部分的细节 那个分灵会自己跟我们要求 他要做成什么样子 就是那个神仙的大结构不会改变 但是他的小细节是下面的分灵 他想要说啊我这边可能要点一颗痣 或者是哪边要做个什么 像南部供奉很多丁虎八千岁 是 那有人给他做蓝袍 有人做黑袍 有人做金色的 其实以正统来讲丁虎八千岁 他应该穿黑袍 嗯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就是刑部上书 嗯哼 刑部是穿黑袍 嗯哼 那明朝只要上书以上 他腰上面有一条 用玉佩跟玉珠子做成的寿袋 嗯 我们这个都必须要把它做出来 嗯 那是明朝服饰的特色 那就是他当时的 他的位阶跟他的特色 嗯 所以每个神明他都有他的特色 跟他的他的特殊的颜色 是不能随便乱做 嗯 不行 而且有他的典故 上次我们有人做了太原圣母 嗯 那太原圣母他的位阶很高 他就说他是赫法 赫法是什么颜色 白色 白色 铜颜 赫法铜颜 他赫法铜颜 他的位阶很高 所以上衣穿龙 下裙算凤袍 凤裙 嗯 然后呢 鞋子呢穿的是云头赤鞋 嗯 好 跟三星道主穿的那种一般男的赤鞋 又不一样 他是云头 他是女神 又第一阶是云头赤鞋 他就会要求他要的规格 他说这种规格 一般外面木雕的那个太原圣母都刻成欧巴桑 老太婆 嗯 就想说太那个圣母嘛 老老的 就刻得很老 他说我是赫法铜颜 我的脸很年轻啊 就他们托梦来跟你们说 不是托梦 是当时在他们来订的时候就一面再讲 哦 哦 他现在就看得到 他就点了香 然后他就来了 就一路讲我要哪个什么样子 哪个部分要怎么样 去直接看 哦真的哦 这是我访问过 这是我访问过第一组就是说就是神 神明在旁边直接告诉你的 因为以往我们听到就是我托梦 然后或者听到什么声音然后要做什么 对啊 你们真的很神奇 另外有一个在台南家里 嗯 他们要做的是大事 是 他是不是火化板 他是正式要供奉的神明是大事 嗯 他说 姬生就来 他说我跟你讲不清楚 请神直接降临 然后直接跟蔡先生对谈 嗯 直接给他看 他要做成什么样子 一般我们做的神像 都会穿的是 神明都穿的黄袍或者红裤子 嗯 这个代表他的生命位阶 对不对 然后大事因为他生 他的位阶他属于幽民 嗯 他说我要的是黑衣白裤 嗯 我要的是这个黑白二色 嗯 然后因为他说黑白二色在幽民才是peace的颜色 因为红色代表雪花 哦 这是很特殊的 嗯 所以后来退嫁以后 机身说 哦 难怪每次我起嫁都是穿白裤 哈哈哈 他有另外一条白裤 哦 原来是这样哦 嗯 然后他有他特殊他的鞋子要盘龙战靴 要什么什么样子的 就这样直接直接做介绍 所以神明神明也要克制化自己自己给别人看的形象就对 对对 他的位阶 好哦 哎 那对老师您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您就是从外面繁华 幻花的色斗七 幻花的斗七 幻花的斗八 幻花的斗八 然后回到淳朴的北港 可是您有那个雄心壮志想要把就是 这一个工艺重新的就是发扬光大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我看老师也真的很厉害 因为他们把那个指偶 不是指神像 他们把指神像呢 就是从一开始从头 然后做到神像 然后恢复了就是 用了脱胎换骨法 回复到那个指神像手艺之外呢 他们还把这样子的工艺 跟这样子的 的就是艺术品 带到了国外 对不对 对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吗 因为最早我是在 我做了第一吨神像 做完了三个月在南港文博展展览 然后后来慢慢的接触到大陆的展览 然后到厦门文博到北京文博 后来有人介绍了德京处 然后又到德国柏林工艺展去 那因为在德国柏林工艺展 他不是有钱就能去展啦 你必须要把这个你要展的东西 展品那些资料全部都送去审核 那一般来讲要审核10天左右 然后我把资料给德京处了 德京处 德京处是德国经贸办事处 在台国 德国经贸办事处 对 因为他是台湾要去德国展览的窗口 然后我给他了以后三天 德国总部那边就email给我了 他说你们这是我们从没见过的文化物品 所以请我们一定要去那边去展览 很特别 因为一般我们就是传统工艺这边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应该是文化部门 或者是观光部门 但是老师居然会想到的是经贸部 但是他们直接发邀请 他直接寄了信请我们等于说要不要去 嗯哼 那是他们那边过来的 哇 很对就是真的是很特别 他是德国在台湾的窗口 哦 对 那老师所以您第一做完完成第一个神像 去办那个展示大概民国几年的时候 20117吧 7 2017 哎不对不对好像还更早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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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第一届的南港文博展 哦 南港文博展更早了吧 因为第一届我 你现在是说德国吗 没有我是说第一次参加展 哦 第一次参展 因为那是第一届南港文博展 嗯 我在那边展览的时候 碰到一个八十几岁的一个大陆的一个老记者 是 他跟我讲说大陆他通通跑遍 嗯 他都专门在采访这些民俗 是 他通通跑遍 是 他有看过几百年前留下来的 是 没有看过有人会做 就是他看的是已经存在的 他看到的是已经存在的古物 对 但是他并没有看到制作这些东西的人 对 然后他遇到了你 对 哇 他跟我采访了半个小时 嗯 然后回去写到他的那个网页还有杂志上面去 嗯嗯嗯 然后就 就 然后后来就大陆那边就发讯息给我们 请我们去厦门文博啦 去北京文博啦 去中原文博 就开始慢慢到那边去展览 那所以真的也是因缘忌讳 对 对耶 而且还有到 而且你们不是只有台湾 大陆 中国这样 而且他甚至还到了欧洲 德国 美国拉斯维加 美国拉斯维加斯 对 还有还有哪里 日本 不用客气尽量讲 日本 新加坡 对 就是好这些刺激大家才会进步 对 我们最远最高的地方走 走大陆啦 走到了哈尔滨 嗯哼 对 然后东 美国这边东边 西边是德国 下面是新加坡 新加坡 哦 但是还是在北半球 对不对 对 对 那也许未来有机会还是可以到南半球 对 目前还在等机会 嗯嗯嗯 对啊 感觉好像还有南半球可以再继续就是绕地球一圈 我们就曾经开玩笑 除了那个欧卢卢的地方还没去过以后 哈哈哈 欧卢卢的非洲吗 哈哈哈 哦 好哦 好那老师你们在就是参展的时候有没有出了 有没有就是比较特殊的经验 你觉得 你有没有跟他们分享 有一次我在德国柏林公益展 嗯嗯 我在展览的时候 那他们会想要去摸一下 嗯 摸一下那个神像 嗯嗯嗯 他说能不能 我说还好还没开关可以 嗯嗯嗯 然后他们德国人很客气 他怕把脸给摸脏了 嗯 所以他在衣服袖上摸一下就好高兴 哎 我觉得其实那个概念会不会是因为像德国 他们因为 这是这样的 呃 紫神像对我们来说他其实是宗教性的商品 那很多如果家里有在祭祀的 的人会认为说哎 这好像就是一个伙伴 一个一个 friend 就是一个朋友 一个家人 可是对于德国人来讲他好像就是一个艺术品 然后在欧洲他们就是被叫做艺术品不可以随便乱动 因为他们的学艺他们的素养就是不可以不可以乱动东西 嗯对因为他我们到德国去当然除了神像以外我们还有我们自己衍生出来的文创品 嗯那是他们可以接受可以当礼品的伴手礼 嗯 我们还有一些文创品嗯嗯嗯这些部分 嗯因为一般来讲你说宗教的差异比较大你说他只他可以当成艺术品欣赏 可是你叫他去购买一个神像 这个刚开始的机会不可能 因为对他来讲太过陌生了 但是由这样工艺衍生出来的文创品 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嗯嗯像我们讲的柴子刀 十二生肖柴子刀 甚至我们在德国的时候我发现 德国人知道他自己属什么耶 啊真的吗 对啊他说我知道我属兔的我知道我属什么的 那有些不知道的他会告诉你我的西元年我们帮他换算 嗯嗯那很多人他已经知道他是属什么的 嗯甚至我在德国遇到一个人他说他他也是在修道 他说他他的那个祖师爷的祖师爷叫做红军老祖 你会从一个德国人口中听到红军老祖 台湾很多人都不太熟悉了 你们用什么话讲 他会讲中文吗 他不会因为我们 他会有翻译 对有翻译 因为我们刚好是我们在德国有那种 有在恰台 他帮我们这样恰台 他也有学生也搞不清楚 他说有一个神明很高不是玉皇大帝 比如是三清比三清更高 那个叫什么红军 后来讲红军老祖 他说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哇 你会从德国人口中听到红军老祖 对 你就知道中华文化无远逢间 哦那真的很有趣 好哦那 老师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有带作品到国外参展 然后他们把它当作是艺术品 对那你们在你们怎么把这些东西带去啊 因为我看这个东西都好大一尊 就是当学生行李 当学生行李啊 自己扛过去 自己扛过去 很辛苦 就只有两位吗 是的 因为我们有问过 那我们本来有问过海运的 他说打包一立方公尺 去要六万多块 回来要七万多块 嗯 的攒运费 嗯 然后还要再磕睡 嗯 那 这无意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嗯 所以我们就尽量的缩减行李 然后自己两手扛 万能扛过去 嗯 当然能扛过去的神像就大概就一尊做代表 然后带一些文创品过去 嗯 这样子让他们可以认识这样的文化 然后从文创品下手 就是从商业的展览里面 让带大家认识文化 是 嗯 好哦 老师那现在就是像到现在为之 您已经就是第一个您回来之后 已经将就是指神像这边做了复苏 然后又做了到国外的推广 那未来您觉得就是为生旨意 或者是指神像这样的公益 您对于它的未来性 您有什么样的期许 或者是您觉得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事情 嗯 其实我发现纸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嗯 它可以做出任何的东西 嗯 所以我现在我不只在做神像 我们也不只是文创商品 我把它往更宽广的一个层面去做 嗯 包括像我们现在做的有一些是人家插花的 嗯 花材 插花的花材 花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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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可是花气不是要碰水吗 没有 它是插干燥花材 哦 擦干燥花的 嗯 然后有一些一般现在年轻人可能比较不知道 就是以前大陆现在还有有马勺文化 马勺文化 因为这个东西把它平常拿来咬猪饰料 然后咬完就把它挂起来挂在猪圈上面 这样是可以预防得猪瘟的 必先 必温的 还有这个故事哦 你刚刚说那个什么马勺文化 或者是猪勺文化的时候 我还想说它可能就只是单纯的一个大汤匙而已 没有 我这边有带一个过来 哇 太开心了 这个就是以前养猪的在用的 哦 有 好 老师不好意思 因为Podcast看不到影像 我等一下会拍照给观众 给听就满碳 这个就是以前在咬猪饰料 然后咬完就把它挂在那个猪圈上面 可是它这样下面还有一个流书很漂亮 看到到吗 看不到 其实大家是用听的就看不到 对啊 这样子做 可是它下面还有一个流书 等于它现在就是装饰艺术 当成一个工艺品 哇 所以它也可以做那个DIY的那个工作方 或者什么 可以 很有趣耶 可以 我们还做了面具 是 真人可以戴的面具 嗯 然后就是希望可以推广就是纸意 对 我们以想办法把这个 纸的应用层面把它拉得更宽 嗯嗯嗯 更宽更广 然后让大家来认识跟熟悉这个东西 对 因为蔡仙当初就是说 这个祭祀的纸脸 祭祀完了就烧掉了 我们在北港做了七十年 没有人知道 连北港骑老都不知道 有这样的行业在做 嗯 因为呢 公公婆婆偷偷的在家里做 做完了就就赶快打包 就寄到下面的纸店 还有经销商这些去 所以 以前的人比较害羞啦 嗯 不是 怕人家偷学 哈哈哈哈 因为我爸爸那时候在做 在磕细藕的时候 教了三四个徒弟 嗯 结果教了徒弟就没了师父了 哦 所以后来他在做这个部分的时候 他就不让人看 不喜欢让人家知道这样子 对 就是蔡伯伯以前是做那个 那个 布袋系的呕头 这样子 对对 他的徒弟曾经有帮那个霹雳布袋系 他们磕过呕头 哦 嗯 但是因为有了徒弟就没了师父 徒弟用低价 请销 拼跟师父拼价钱 那如果不是特别坚持将要讲究说要多好工的话 那可能就会买徒弟的作品了 哦 对 因为以前有一个 台湾 你看到台湾这整个整个脉络 就是有一个就是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那个概念 就只要就是快速 嗯 就可以了 简单就可以了 所以徒弟他的劣质品就是劣币 虚无良弊 对对对 那时候市场需求也比较要快 所以可能如果要做精致的工艺 就会比较可惜一点 不过现在因为就是大家生活水平拉高了 会越来越希望就是可以看到很传统 又很精致的东西 那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机器制品 嗯 对不对 那很多现在很多的木雕的都是用机器直接 一个样本放进去一次十个 一次多少个直接恰恰的 嗯 就出来了一堆半成品出来 嗯 所以真正纯手工在制作的越来越少 对 因为真的很辛苦 对 我们访问的就是这几位艺师啊 就是传统艺师做手工的就是 就是 是真的要走精致路线嘛 对 要走精致然后要走比较高格调的那个路线 然后小但是精巧这样 是 所以因为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叫做机器 哈哈哈 对不对 现在也是对 除了机器之外现在还有AI科技 你不是特别讲求这种所谓的传统艺术 手工艺术的人 他会觉得机器做的可能更漂亮 嗯 因为它一体一字化 嗯嗯 做的都一个样子 嗯 那我们讲究手工的就是说 我们要求的就是 讲究的就是 差异性 差异性 所以我们做的文创品 每一支都不一样 不会让你有撞到的撞齐撞针的那种感觉 嗯 它是不是在配色什么会有一点差异 嗯 包括大家现在前面可以看到这一尊米蛙娘娘 这一尺三的 这个三个人做了五个月才做出 你看他身 这个一尊要五个月哦 你看他身上的鳞片那一片一片 光身上的鳞片 对 他身上有鳞片 那个鳞片也是只做的 然后一个一个小小的 比一块钱的这个银币还要小 对 这样子 他光身上的鳞片 嗯 两千多片 嗯 然后黑黑的也是做的吗 还是画的 画的 哇哦 而且他 一片鳞片要四道工序才能做出一片 不只啦 要塑形 银杆修剪 上粉彩绘 彩绘完了 塞上表面防水处理 哦 才能做好一片 每一个单 单片都是这样做起来的 对 老师你刚刚说几片 两千多片 对 对 真的就是一个很精致 然后很好人工人力去创作的一个艺术品 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说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那真的很感谢就是 蔡柏 蔡柏神仙眷女 哈哈哈哈 对 现在两位就是很 很自力很深很广 但是又很亲切可人的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然后参加我们的寿法 对 那我们真的也希望就是指意能够在两位的手上 能够更加的推广出去 然后让大家都知道 其实指指不是就是拜音间的指扎 其实指神像是一个很高级 而且很高尚的东西 很高级 而且很高尚的异品 是的 那个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脑子里头的data要够多 哈哈哈 对 而且一日rd 中日rd 哈哈哈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是古林金 再次感谢您聆听我们的节目 并且感谢这次的节目后制张永乔 行政执行陈威如 两位坚强的后盾 让节目得以顺利进行 同时也非常感谢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 对于本节目的肯定与赞助 我们的节目将以一个月一个主题的方式 邀请从事传统艺术文化相关的朋友 那和我们聊聊工作中一些有趣的事情 也请正在聆听节目的你 不利息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下礼拜频道上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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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